各位學思達的夥伴朋友們 大家午安 我是學思達的小兵之君 現在剛剛邀請小朋友我就有預感 因為我就是要跟大家來分享 小朋友怎麼樣去做學思達的突破 然後我做了一個 跟著音樂去旅行的一個主題式的 就是整個跨領域的一個教學 然後其實這是真的是一場美麗的意外 因為在幾年前 就是遠間天下基金會 他們需要想要做很多跨主題的一個教學 然後他們希望有老師參與 可是我們是學員 結果後來他們找到老師之後 他們本來找到一個學校 我本來不是音樂科 然後找到一個學校要去做這樣的教學 後來就是講師 科目的講師跟學校的老師們覺得 困難度非常的高 所以後來他們決定就是放棄了 然後主辦單位覺得哇怎麼辦 因為他那時候這個主題一出來 我是第一個報名的學員 其實我是想學 然後就是主辦單位就跟我說 紫雲老師因為他那時候很好奇 其實我一直都是音樂老師 只是因為到了學史檔你知道都要跨很大 所以大家都已經忘記了 其實我在大學就是常常開演奏會 然後很氣質優雅坐在那裡彈琴的那個女生 可是一進到小學現場就是十八班舞藝 所以他就拜託我說老師你可不可以 就是來擔任這樣子一個主題的一個教學者 然後他就給我好多好多的資料 當然啦學史檔的老師一定怎樣 捨我其誰 我就說好吧 那我就搖身一遍 從本來要去參與進修的學員 就變了這一個主題的講師 然後做了一個很特別的實作 那我會選擇的原因是因為這個主題式的教學 很多其實音樂課都有都會在最後有成果發表會 可是呢我這樣子的一個主題是 比較特殊的是我讓孩子在一個禮拜 所有的課程都浸泡在音樂課 所以就是整個都跨課了 然後這是後來我們一起第一次 第一次的一個主題工作方的夥伴 只要他們有興趣 有的是主任有的是老師 那不一定都是音樂老師 他們就來做這樣的一個 我們就算是一個共學參與 我把我實施的經過跟他們分享 那當然主題統整就要開始 就是好夥伴一起來 所以呢分組的時候 我就做了一個比較特別的嘗試 因為原來是一直一新的分組 那既然是音樂的一個主題 所以呢我後來就讓他們做一個比較 就讓孩子在分組的時候讓他們選他們自己喜歡的 然後課前呢 老師的準備就是我要收集音樂資料 因為當初主辦單位說如果 他們給我很多資料都是古典音樂 然後因為是一個音樂家的發想 他很希望把好的音樂可以推廣到小學 不一定是只有音樂班的學生能夠享有 所以當初他說資訊老師如果困難度很高 那我們把音樂改一下 因為不見得每個國小的學生都喜歡古典音樂 他們可能會喜歡其他方式 電影音樂或是什麼動畫音樂都行 可是我覺得一開始讓孩子接觸 要就是最好的 為什麼古典音樂它可以流傳一百年兩百年那麼久 就是因為有它的一個 就是讓人家百聽不厭 也有它的一個價值 所以我很希望一開始就介紹一個 最好的東西給我的學生 所以我就說我還是希望 孩子能夠接觸到的都是古典音樂 所以他收集了各國的古典音樂給我 然後呢我讓孩子先去看一下 就是這些音樂呢我用一個方式就是 學生剛開始的分組呢就是 有這麼多的分組 然後我最後是採了能力跟他們的喜好 因為其實音樂主題 所以我讓他們找好朋友一起 我的標準很簡單 就是說只要有男有女就好 所以他們就是都三個人一組 然後當時我的學生是24人 所以他們就自己分為八組這樣 然後主題呢他們有的是自選或抽籤 可是後來我發覺還是讓他們選喜歡 因為這個主題音樂主題第一次嘗試 所以還是讓孩子覺得他們開心去做 這樣子是最重要的 那我課前的準備就是我每天在晨光時間 因為那個時候一整個禮拜要等於你的所有的課 都是在跟音樂的主題有關 所以我覺得就是考完試的那個禮拜是最適合的 因為其實我本來想要待在期末考 可是主辦單位他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說 希望在其中都是五月份他們就可以有 我們整個的成果 所以呢就不能放到期末 所以我就想第一次月考完的那個禮拜 剛好整個告一個段落 然後孩子也可以稍微放鬆 我們就來做這樣的一個主題 所以我就讓他們在晨光時間 我自己選定了大概20首音樂 然後讓他們聽 只要一聽有感覺了 他們就趕快去登記 還有午餐的時間也是 就播放兩首古典音樂 然後孩子聆聽簡單的記錄 他們對那個音樂有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就趕快去選我的音樂家 因為我也很巧妙的希望他們是跨國跨州 就不一樣這樣子到時候大家來做成果發表 就可以想就可以去知道了解各州 或是各國不同的音樂 那這是我一整個禮拜的一個課程 就是從一開始 我是從禮拜四禮拜五這樣一整天 就是上午下午 就是整個打破那個一節 節跟節的那個跨就沒有說 這一節要該去上什麼課就什麼課就所有 然後當然我也邀請就是自然老師 因為那時候剛好在教聲音的傳播原理 就像今天采凡老師講 他們就會知道那個弦啊 自製樂器的那個松啊 井啊 會跟聲音的高低有關係 然後還有就是連健體課也可以 就是說他們那些聲樂家啊 他們在飲食上有沒有什麼要求 至少也讓孩子知道 然後在英文課老師會教導他們 就是有關音樂的一些樂器的名稱 或是一些很簡單的一些句子 就是這些 然後社會呢 他們就要查到各國的 就是那些音樂家 他們的國家的歷史背景 然後到最後一天 就第五天 禮拜三剛好是半天 我們就兩節課的時間邀請 也邀請家長跟學校有空堂的老師 一起來觀賞 所以是真的很扎實 因為四天以後就要做成果 然後第一天收集資料 其實呢 剛開始 第一天的流程就是 我給他們這些小朋友知道這一整個禮拜要做什麼 然後呢 林定大綱還有描寫 他們選定了那個音樂的曲子 他們音樂家的一個文章 然後音樂家的一個國家 他出生地的一個背景 然後呢 又轉換具體的資料 因為那時候數學剛好在交比例 所以他可以說人口 是台灣的幾倍或幾分之幾 然後他的人均所的是多少 然後土地有多大 類似這樣 這些就是每一科的 然後我選了一個學生的一個作品 他們是找那個挪威 所以他們還下標題 你看他還說北海小英雄的故鄉 在孩子而言 他們可能都看過那個卡通 就挪威 然後他們做了這樣子的簡報 他們就會把挪威的地理位置先找出來 就跟社會科 因為那時候他們剛好在學世界的歷史 就稍微 世界的那個歷史跟地理 他們就可以去找 然後再來就是 人均所得 這些就是要用數學 就跟因為那時候剛好在交比例 他們就可以去換算 所以其實雖然是音樂課 可是他還是跟其他課有做連結 然後知道國民所得台灣的五倍 他人口只有台灣的五分之一 然後還有他們當地的名人 就除了他們找的那個音樂家 還有一個孟克 就大家知道那個納罕 很有名的那個畫家 然後還有傑出的名人 除了他以外 他們都要選兩個名人 就是不同領域的 除了音樂以外 然後這個是易卜生 因為他也是因為這個戲劇家 所以這個音樂家就幫他寫了配樂 然後還有那個國家的國歌的歌詞 他們也要去了解 然後孩子就會發覺 哇 以前歐洲的國歌 他們都很激昂啊 都是行進曲 因為他們都是說 他們都是去做一些 經歷一些革命啊或什麼 他們的歌詞就是這樣 然後孩子要一邊朗讀 然後一邊配著那個歌詞 然後第二天就是自我介紹 要把自己當成音樂家 像cosplay這樣 第一人稱去介紹 然後聆聽這個音樂家做的作曲 去做一個版本 然後做成果來發表 就是他們第二天就要馬上 就要粉末登場 然後也有自然課 剛好自然課就是 了解聲音傳播的原理 然後他們選了 格力格這個音樂家 然後他們 因為在挪威 他們號稱是挪威的小邦 所以他們就播了他們的音樂 然後這是他們的自我介紹 然後很好玩是 對 孩子在做自我介紹 他居然說 最重要 聲明遠播的音樂家 我為什麼要留下來 我說一個音樂家 在做自我介紹 不會說自己聲明遠播 所以你們覺得 應該要怎麼修改 這樣好像太 太驕傲了一點 他們說 嗯 好啦 改一下小有名氣好了 後來小朋友就會自動 因為自己要當第一人稱 去介紹自己的時候 的確是 對 要謙虛一點 就很好 年輕時期 他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結婚妻子 給他的一個鼓勵 然後遇到李斯特 也是很有名的音樂家 因為他的賞識 所以他就開始走上 然後這個音樂家的創作之地 然後遇到大文豪幫他配 配樂 就皮爾金 那那個配樂 因為那個主曲會 我們現場直播 會影響到那個 我覺得那個制裁權 就是 所以呢 我就哼一小段 那首歌還滿好聽 大家應該常常都會聽的 那個音樂背景 他就是 威風 對 就是這樣 很棒 也給自己一個掌聲 給我剛剛有 老師 喔 就是因為這一個主曲 然後他有這麼多的作品 好 接下來 音樂家自我介紹 欸 孩子就要去做裝扮了 對 他們自己弄 因为那时候家长说 可不可以我们买线成什么 那些有没有 那个头发 金发 我说不要 我觉得让孩子自己动手做 他们才知道要去克服一些困难 结果后来他们做那个 这个做得最好 你知道他很厉害 因为他用那个指板这样粘 都会滑下来 然后后来这个很厉害 他说妈妈的那个玉帽有没有 因为会带着很合 然后上面再粘这些卷子 发卷 就好了 你看都是随手可利用 我很喜欢他们这一次的那个 然后在第三天 就要选定音乐版本 不管是快版 慢版 或是其他的酷手版 他们就要自己去选那个音乐做发表 然后开始做海报 然后第四天就要布置会场 因为就是我们班 准备到这 然后这是他们自己画的 就是这么多 小小兵跟着音乐去旅行 他们就这些歌曲 然后这是他们的节目表 也是他们自己打字出来的 他们自己去安排 有劲的有动 他们也知道排节目不能全部动态 哇 很嗨的一起 他们知道要怎么样去排 然后最后他们还有一个 很有趣的ending 然后这是节目表 第一个因为清晨要起床 所以就是刚刚麦首 格力格的曲子 然后就是莫扎特 接下来这样 有重重 复仇联盟 也有蓝色多脑盒 还有给爱丽丝 然后维瓦帝的四季 跟最后肖邦的离别曲 好 这就一开始 有没有 他们就配合像MV一样有 然后他们就演 同学真的很牺牲色相 因为这是我们班模范 所以他一早就穿水衣来 因为那清晨这样 一个起床的 然后这个是 这一组的孩子 因为他们 完全没有音乐背景 可是他们可以朗诵 他们就用朗读的方式 然后小人物狂想语 那个匈牙利舞曲 他们就用那个墨具 对 就是 仿那个墨具就听着 然后就做那个 很好玩的那个墨具的演出 配合那个节奏 就消敛的那个墨具的演出 然后这是维瓦帝的死集 就野猪啊什么 因为村嘛 那时候刚好有一个 很有名的电影叫狩猎者 对 所以他们就自己 定名村之狩猎者 然后这是贝多芬给爱丽丝 因为爱丽丝其实是她的女仆 然后她喜欢 那是写情书给她 可是她拒绝 然后我觉得很好 孩子就说没有关系 虽然我知道你拒绝我的爱情 可是呢 我只要你幸福就好了 我就好棒 因为他们自己会加台词 就是知道说 爱不一定是拥有对方幸福 自己也很快乐 然后就配合着那个 给爱丽丝的主曲 然后这是肖邦 最后的一个离别曲 然后这个是扮那个喷火龙 他们自己做招 然后王子来解救公主的一个故事 城堡的故事 然后配合这个音乐 好 他们自己分工合作 然后最后呢 这个是最佳的男女主角 因为真正男女主角 不是他们真的主角 而是他们演配角 结果呢 这个眼喷火龙的跟演野猪的 那时候杂志有来采访 他们居然上了封面 所以跟孩子讲 不管在哪个角色 只要你很用心 你就是最佳的男女主角 然后全体都是表演者 人人都是主角 这是我们所有 最后谢幕的时候 就很开心 每个人都有上场 好 曲终人善之后呢 哇 这是孩子的 每天好累 好充实哦 好过瘾哦 可不可以再玩一次 我已经想到了 下次要玩什么主题哦 他们爱上音乐 而且每次听到那个古典乐 他们都说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因为我希望孩子的生命中 有一首 他们曾经是这么洗脑的古典乐 陪着他们 好 可不可以不要走 因为我刚好 教完他们的时候 我刚好申请掉下 这是我在前一个学校的 最后一次的一个 主题的一个发表 对 那时候很催泪 所以他们特别把离别曲 留到最后 排到最后就铺这个梗 然后呢 后来孩子呢 本来一周的国语数月课 没有精度 因为全部都在指导孩子 而且我很喜欢是 你知道 其实老师本来的担忧 我八组 我有设定八组的成果 我说万一你们都想不出来 老师有八套节目 可以帮你们 可是我一拿出来 孩子说不用 老师我们自己心中有想法 所以我八个节目 他们完全没有采用 他们用他们想要的 可是主题教学活动 等于一周的课 正常课是没有实施的 而且我也很感谢我的客人课 愿意这样配合 可是学习的态度大翻转 更愿意主动去提供资料跟问题设计 因为那时候高年级我就让他们 我先给他们课文要他们自己提问问题 那个态度转变了 本来是老师障位 后来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想要提问什么问题 想要怎么学 他们自己去找资料 而且同学间的感情更好 发现彼此的优点 结果我期末考居然进度 提前一周完成 这就是学四大的班级 很成功的一个案例 请给我一个掌声 对 我只 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一开始其实我就是很单纯的相信 因为我觉得我能做到 当我开始改变秩序 我的孩子也一样可以做到 总比复杂的怀疑来得更有力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